他直接将俘虏来的五千土匪全部斩杀 他说我就算背下千古骂名 也要杀掉这五千俘虏 他叫宋哲元 从小就热爱民间武学典籍 一生敢爱敢恨 原本是一介书生 却硬是靠着自学民间武学典籍 而成为武术高手 参军报效祖国 靠着自己的能力和智慧 最终成为陆军二级上将 虽然他因为杀掉五千俘虏而背负骂名 但是其在抗日战争中对鬼子也是毫不手软 宋哲元曾带领大刀队在两次战斗中 砍死一千二百多个鬼子 在抗日战争最艰难的时候 他立下宁为战死鬼 不做亡国奴的誓言